我录完戏里在想的就是 不愧这一季的主题是奇幻旅程 现在想起来我终于想到一个环境 因为有点点吓到我 但是我觉得贵阳它是一个宝藏城市 我希望可以看到它不要采用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挑战尽情来吧 也会觉得一群 一直在向上奔跑的人 一定也会促使你不停地忘记 没到我们各的阳光就原谅 目光就会相遇在天上 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 我们的呼唤 红月的细雨 一无虚无聚光 无彩虚 周深结束了华表奖的行程 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严急 进行奔跑把十一第四次的录制 只不过这一次周深差点射死 而且又是让路人转粉的一天 首先一位严急的生命 制作了周深应援大旗 用的竟然是周深在贵阳的易拉宝 米姐把大旗扛到了现场 还被周深看到了 直接笑弯了腰 还用手指了指 简直就是大型射死现场 其次周深在现场下车后 跟粉丝打招呼 对着不同方向的粉丝 鞠了四次宫 一身的风雪 在你的眼睛里面溶解 尘封的思念 回忆里飞成蝶 不收脚也不深深淹落 翻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定格多少流年 那世界更美好 一树光花桥 青山月星角 期待让爱比勇敢更强 相信我们紧紧拥抱 这一个世界从来就好 天空多晴朗 像银儿在笑 生生相伴 为这天的宝香 每个角落 每个角落 都听得到 都听得到 天空尽 这让小编想起了自己在寺庙拜佛祈福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而在周深的心里 粉丝就是自己最大的福报 音乐就是他的信仰 这样一说 有一种还愿的感觉 然后在严大录制结束的时候 周深特意两次下车和粉丝打招呼 并且90度的鞠躬 很多路人粉都很感动 路转粉 不论这一次的路透 还是以前的路透 都能看出周深总是蹦蹦跳跳 笑意盈盈 无论对着谁 都是笑着挥手鞠躬 丝毫没有所谓的架子和神秘感 只会用双倍的热情 回应粉丝的热情 努力的告诉粉丝 我看到你了 谢谢你 这一个世界从来就好 天空多晴朗 像婴儿在笑 生生相伴 为这天地暴霄 每个角落 都听得到 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一束光花桥 轻声月星角 期待让爱比勇敢更加 相信我们紧紧拥抱 这一个世界从来就好 天空多晴朗 像婴儿在笑 生生相伴 为这天地暴霄 周深的歌迷是用一首首歌唱来的 周深的生命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 而选择成情陪伴的 在演技他依然真诚不变 时刻让自己开心如太阳 走到哪里都各个方向 90度的鞠躬 智谢粉丝 唯一一个连视觉死角都照顾到 两次鞠躬的艺人 每一次刷到一个视频 听到里面声音最大的喊声 就是周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诚 他值得 他知道你可能克服了很多困难 站在那里只为看了他一眼 所以他一定会尽全力的保证 你做的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 听到喊周深 他会跟你挥挥手 跑到你眼前 给你一眼 给你打招呼 已经上车了 但是听到外面有这么多呼唤 又跑下车来挥手鞠躬 双向奔赴的爱 周深值得 周深说过 如果没有生米的支持 我可能不会留在舞台上唱歌 可见生米在周深的心中位置有多高 每一个歌手能像周深这样 有礼貌的对待每一个喜欢他的人 这是多少年来才让我们见到的 独一无二的周深 而如今 他已经成了国家需要的 为时代为国家而歌的歌手 从空灵婉转的治愈之声 到磅礴大气的时代之声 每当重要节日和重要舞台 都有他的身影出现 而且从不失误 他已经是一个传奇的存在 所以喜欢周深的每一个 真的都很幸福 你觉得呢 曾经的梦想还会不会实现 或许只是需要些时间 世界每一天都不停地改变 是谁坚定站在你身边 满怀期盼每一次尝试相见 年轻的心在渴望挑战 繁华的彼岸也不会太遥远 拨开云雾就看见蓝天 总有某个时刻 要对自己说 我绝不得错 我绝不得错 再重新回到起点 再重新回到起点 做不认输的少年 我会再勇敢一点 再重新回到起点 我会再重新回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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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经许可, Prestan's Kitchen